南投西投森林游乐区这里的松鼠越来越不怕人了 由于啊这个游客经常拿食物去喂食 现在许多松鼠看到有游客 竟然是主动上前来讨食物 短短一个月之中已经造成了三名游客被松鼠给咬伤 那么西投森林游乐区表示这里啊 由于还有这个狂犬病的疑虑 因此呢提醒游客千万不要任意喂食 游客看到松鼠可爱的模样实在忍不住拿出食物来喂食 民众并且拿出相机捕捉松鼠最可爱的一瞬间 而这群松鼠完全不怕人还会上前讨食物 甚至会钻到垃圾桶内找寻食物 工作人员上前向民众劝告不要喂食 但是完全不受理睬 那不要喂松鼠好吗 不行吃了 不行 你刚才等你吃了 就快要吃了就吃 西投森林游乐区表示 一个月来因为松鼠完全不怕人 已经发生三次咬上人类的意外 由于喂食会让松鼠丧失自理能力 而且也会担心狂犬病的发生 每次松鼠都有现代人文明病 都有三高 因为毕竟人吃的东西跟松鼠吃的东西不一样的 有一天这边没有人再来做游玩的动作的话 其实松鼠他们就没有东西吃 就会造成族群的破坏 松鼠不怕人类也跟着习惯人类的喂食 养得又肥又胖 却让这群野生动物丧失了生活的能力 记者陈家贵唐炯南投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